山东京县神秘地宫 地宫中藏有无数奇珍异宝 还有传书中的佛教圣物 圣物的主人身份更让世人震惊 点个关注就让小记带你揭开 神秘地宫之谜 2008年7月 山东省引州公安局局长 少计真接到匿名举报 有人举报 引州星龙塔地宫文物被盗 盗取人在河北省 进行地宫文物的秘密交易 公安机关立刻动身起来 保护文物刻不容缓 引州是地处鲁西南平原 北林泰山 西靠水波梁山 南阳孔府 南望威山湖 是中国古九州之一 从古至今 引州都是兵家比正之地 孔子 孟子 曾子等圣人在此讲学 事先李白 师胜杜甫 曾在这里双星相要 写下了不少不小诗篇 青龙塔是引州的标志性建筑 打济世起 它就存在于人们脑海中 老引州人几乎每天都会从塔下路过 但是谁也没有听说过 塔下有个地宫 1985年时 延州县政府还专门对 星龙塔进行过勘测和加固 可当时并未勘测到塔下有地宫的迹象 那么 熊龙塔地宫被盗的消息是真的吗 地宫和宝藏真的存在吗 2007年 天津济县白塔被盗事件 曾引起了全国的轰动 当人们在为文物被盗感叹时 有一个名叫崔峰的年轻人 却蒙发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 这个崔峰并不简单 虽然他没上过学 但他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 所以古代历史和丧葬文化都了如指掌 所以看到新闻后 崔峰辗转反侧 他在想 既然白塔下有地宫 那么其他古塔下也应该深埋着宝藏吧 他随即就起身上网卡字榴 在筛选了众多四塔后 他锁定了目标 山东 衍州 星龙塔 崔峰并不是盲目下手 他将星龙塔作为最终目标有几点 第一 星龙塔与寄宪白塔都是佛教圣行时期的差物 第二 星龙塔的规模比较大 塔身高达54米 一共由13层组成 在佛教文化中 13层的塔代表着佛教里的顶级塔 第三 这种规模的塔往往都会设立地宫 但星龙塔却没传出过有地宫的消息 于是 由崔峰为头的犯罪团伙 应运而生 他们选择在热闹的集贸市场选择下手 并没有花费多长时间 就成功挖到地宫 并盗取了文物 得到消息的衍州公安局 立刻就召集了最精锐的干警 紧急部署了抓捕活动 而是多天内 警方在山东 河北两地 抓获了这场犯罪的所有团伙 并且在崔峰的情妇家找到了所有被盗的文物 谁也没想到 就距离衍州公安局不足一公里的地方 星龙塔地宫选择以一个不同反响的方式出现 缓缓揭开了他的神秘面纱 十几天前时 崔峰等人在衍州考察时 刚好星龙塔北面距离二十米有个出租乌带租 几个人就合计如果将出租屋租下 名义上做买卖 实际上挖洞盗宝 这样也不会有人发现 而且借助集贸市场的嘈杂声 他们挖洞所产生的声音也不会引起注意 就这样 几个人白天挖洞晚上运土 一连干了三个多月 最终他们将盗洞打进底宫 随后就将文物席卷一空 2008年8月 沿州文物盗窃案被破获后 一支由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首的联合考古队成立了 因为有了犯罪团伙的帮助 专家只需要顺着盗洞就可以进到地宫 身材教授的三人率先进洞查看 地宫中稍显凌乱 很快他们发现了两条永道 一条向北 一条向南 地宫北永道入口在塔基北侧正中间 距离地面不过两米 沿着北永道的台阶顺势而下 青龙塔地宫就可清楚地看到 整个地宫正南正北呈现正方形 顶部有着很漂亮的叠色顶 三层斗拱逐一叠加形成穷龙顶 中间还有一个八角形的枣顶 令人奇怪的是 地宫的正中间还有一口直径26厘米 深约170厘米的水井 它正对着上方的枣顶 水质清澈见底 水井上还有一个石函 上面布满了佛教雕刻 几个人一用力就掀开了石函的盖子 在里面清楚地发现了5厘米深的积水 里面有很多种五色石子样的东西 水里还发现了唐宋年间的铜钱 但令人兴奋的是 所发现的石函上刻满了名文 虽然因为水劲痕迹严重 大多自己都已经模糊 但依稀可以看出这安葬设立济石碑 从考古队员新发现的石函和济石碑 再加上从犯罪分子手中抢救回来的金银制品 刘金银官 金瓶等文物 是星龙塔的名气一下暴张起来 后经国家文物部门鉴定 出土的文物都被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其中的金瓶最惹人注目 它是纯金制品 高13厘米 顶端坐着一个佛家弟子 闭幕行李显得栩栩如生 是国内目前出土金瓶尺寸最大的 星龙塔提供出土的石函也让人赞叹 石函上刻画了很多的护法神 而且线条是如此精美完整 这件国内仅有的宋代文物中 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种种文物给专家带来了疑问 在上检的北宋 为何会出现这种规格的金瓶和刘金银官 它与皇室之间会存在关联吗 最关键的是 金瓶中装的会是石碑上所说的设立吗 同时出土的刘金银官长48厘米 整体为银纸 表面刘金 这同样是我国考古出土中 体积最大的刘金银官 其上面撰刻的图案让专家目瞪口呆 图案位于银官的左侧 图案上佛祖头枕右臂 双目紧闭 显得安详自在 但周围的僧众全面的悲伤 很明显能看出这是佛祖涅槃图 随后专家又将目光转向出土的金瓶 金瓶是宋代七五的典型造型 经过商讨 专家们决定打开瓶杆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打开的一瞬间 金光耀眼 瓶子中装的正是佛教圣物 舍利子 舍利子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但随即疑问也来了 如此数量的舍利子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想要寻找答案 石碑上的910个字或许是揭开谜底的最好选择 石碑的开篇是这样写的 大意是 中书门下向眼周府下发的公文 而中书门下是北宋政府最高的行政办公机构 由各首脑及宰相组成 可以说这块碑文代表着最高法律效力 石碑上共提到两处明确的时间 除了落款处的家有八年 还有一个就是开保三年 开保三年就是公元970年 这一年宋王朝在中国东南部地区的统一战争中 大获全胜 而就在我国版图的另一端 一个西域小国于田 也刚刚完成了一场漂亮的防守战 这个于田并不简单 它是古代西域四国之一 位于昆仑山下 今天的和田地区 除了文明天下的和田域之外 另一个让于田出名的就是佛教乐曲 杨贵妃曾演绎过的唐代著名乐舞 霓裳羽衣舞曲就是由于田改编演奏的 很多国内流传的佛经 例如波热经 华严经等大成经 都是从于田传到中原的 所以于田也被认定为大成佛教的中心 公元970年 于田遭到喀拉汉王朝的袭击 于田屡遭失利困扰 当时的于田国王不得不做出一个重大决定 再次派使者出使中原 这次他们为宋王朝送上有史以来最贵重的厚礼 390件和田玉 以及一个比美玉还要珍贵万倍的特殊宝物 被文上清楚地记载了 这个特殊的宝藏正是设立金牌 为了护送这批特殊的宝物 于田国王选择了一个重要的使者 一个法号名为法藏的僧人 这个法藏是一个高僧 于田国之所以能拿出这么多舍利子 正是归功于法藏 指他去西天朝拜后取回来的佛教圣物 法藏在见到大宋皇帝后 当庭就被封为光正大师 还收到了最高规格的赏赐 不仅如此 法藏还请求大宋皇帝答应他 做另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 那就是法藏奉宣云游 寻礼圣境 被问众名言 法藏带着设立金牌去了五台山 峨眉山等地 而且每去一个地方就逐处 摘僧一万人 各送金兰袈裟一条 可以看出 法藏此行规模之大 规格之高 耗资之巨 而且据史料记载 这个法藏之所以能够让大宋皇帝 同意到内地寻礼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份 他就是于田老国王的儿子 新国王的亲兄弟 但他带着设立金牌环游全国 去过首都开封 也去过佛教圣地 为何最终选择了眼州呢 资料显示 法藏在寻礼全国时 他的祖国正经历着和喀拉汗王朝的斗争 佛教理念被武力强行私立 法藏无法回到祖国 此后他就一直生活在眼州 公元1006年 信仰佛教的于田王国永远的消失了 法藏在眼州生活多久 适于何时 这些信息在碑文上没有出现 我们法藏的解读也只能止步于此 星龙塔在眼州百姓的可口相传中 他一直被认为是隋朝的建筑 据专家考证 眼州星龙寺之名 最早建于隋代仁寿二年 名为普勒寺 是隋文帝赵令第二批在全国建塔安置设立的53个州的之一 隋文帝笃姓佛教 隋文帝曾三次颁发赵书 向全国分发设立 赵令要求所分之处 要建塔建四 供奉设立 而公元602年 眼州星龙寺就在这时修建 历史就像一个满身传奇的老者 他将故事留给了岁月 只展现出岁月洗礼过的容颜 面对后生的我们 也是只是合手微笑 沉默不语 而我们只能通过他面上的一层层皱纹 解读出他的些许过往